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新娘 来了 一听这声音就比咪咪好看 亮哥 咱们赶紧拜堂吧 不这个 哎 听 听 大哥 我给你五百一千把他弄走行不 早上不就完了吗 表哥 表哥 他不要给我咋整啊 没事 他没演过啊 他不要你 没准大仓也喜欢你 走 对 走 哼 点亮 等我哟 其实过去人挺惨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 只有洞房花竹夜那一天 才能看见彼此 就像扎金花一样 一翻两瞪眼 运气好 哎哟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相亲经历 我想问一问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相亲经历 有没有 你看 都不举手 说明你不敢面对现实 有没有 这位 这位大哥 你有没有过相亲的经历 一看这模样 你相得挺好吧 没有相亲经历 那你咋相了心呢 你能跟我讲讲吗 你相过亲吗 没成功应该不算数 应该我这没想过亲 为什么没想过亲 因为我每次跟人说好 约她去什么地方的时候 这事就黄了 你约女孩去的什么地方呢 我就约她去游泳馆呢 漂亮 那为什么去游泳馆呢 化妆品不多吗 现在画的整容呢 提前看一看 就是说去游泳馆 让这女孩素颜 能看好她本来的面目 你傻呀 现在化妆品都防水的 相亲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自己的相亲经历 可能大伙都了解我 我身边有两个哼哈尔将 一直给我写段子的这两位 一个是秦教授 一个是大熊 每一个人相亲啊 无非就是先上网 看看视频 看看照片 那天大熊 就在看一个女孩的照片 我说熊 这女孩长得不错 你看脸多大呀 脸大有腹 你看人大长脸 人以前西塔卖冷面的 现在多红啊 你不能说人家长得像冷面 就说我是卖冷面的呀 你就选她 绝对不错 那个老板你拉倒吧 脸大 那得费多少化妆品呢 你就说大长脸吧 每次化完妆 化妆老师都得进一次货 那我就看老秦 这个秦教授就看视频 视频里看见一个大美女 长得特漂亮 我说老秦 这个女孩很适合你 再看老秦 小潘 这女孩贼不适合我 因为她耳朵上 多了一个耳洞 我说女孩打很多耳洞很正常 那宋彩礼不得多一副耳环吗 就大熊跟老秦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得注定 孤独 但是人家两个人 还成功的相亲了 有一天 大熊跟那女孩见面 这女孩就问大熊 熊哥哥 你坐什么车上下班呢 再看大熊 我坐千万级的豪车上下班 听到没老妹 妈呀 我光听过百万级的豪车 还没有听过千万级的豪车 哥 能带我兜兜风吗 从此以后 两个人出现在地铁一号县上 当然了 这个秦教授条件远不如大熊 就秦教授住那地方 两间啪啪房 一个偏沙子 一般人还真找不着那地儿 但是人秦教授相亲成功了 因为秦教授在他们家门口 用白熊机写了一个斗大的拆字 其实他们俩相亲属于不诚实的 不像大长脸相亲 我怎么了 老诚实了 那天有一个女孩就问那个长脸 那个脸哥 让我好好看看你的脸 你这是看山的吧 太长了看不过来 你知道吧 脸哥呀 你是干啥的呀 大长脸很诚实 我是亿万富翁 我真的是亿万富翁 你是不是亿万富翁 是 你说的是 那个我是亿万富翁 那个脸哥 那我能问你个问题不 那个坐公交车 遇见大爷大妈 你让座不 大长脸心说 考验我道德的时候 当然让座了老妹 必须得让座啊 这个女孩转身就走 脸脸一把拉住她 啥玩了 你就走啊 你见过哪个亿万富翁 坐公交车的呀 注重了道德 忽略了智商啊 但是没有关系啊 其实相亲每个人都有 你看我们这个男孩相亲 无非就注重良点 贤惠漂亮 女孩不一样 千奇百怪 一会儿一个样 一会儿喜欢这个高大威猛的 一会儿喜欢这个可爱帅气的 一会儿喜欢青春活力的 一会儿喜欢低调内脸的 一会儿喜欢三十八的 一会儿喜欢四十八的 一会儿喜欢四十八的 不像我们脸脸 永远喜欢十八的 还帅啊 还帅啊 干啥啊 新娘脸脸他不要 他处理不出去了 就不还要钱到 还你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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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脸长 我脸大 简直绝配 你可拉倒吧 咱俩加一块儿像感叹号似的 咱们喝酒吧 哎呦我的天呐 这么点 好 我先招会对啊 你们继续看节目 快乐谁做主啊 快乐我做主 快乐我做主 好 好